這上禮拜一會 待會的話我們主要是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 學會把這個多餘的列刪掉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話還有一個 因為我要統計大樂透到底這個1到49號哪一個號碼 出現最多 但問題他一個儲存格裡面呢 放了六個號碼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這樣再來統計的話 我用康義福也沒辦法算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我應該要把這六個號碼 幫我剖開來 也許就放在這邊好了 上面加1到6 你可以按Ctrl鍵 1到6 這邊不到7了 1到6 然後再把這六個號碼剖到這邊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六個號碼 剖過來的話 要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不會對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複製貼 複製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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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太不聰明了吧 那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是有的 在以上裡面他有提供一個功能 叫做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的話呢 他有幾個部分 我忘記了之前有用過固定寬度 那這邊是分隔符號 他中間加豆點 你可以怎麼樣 跟他講說 我的中間是加豆點 然後呢 我要怎麼 把它剖到哪裡 剖到第二 所以這個目標儲存格 把它剖到第二 按個完成 他也剖過來了 那如果說你要剖大量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邊 整個選取 然後整個剖 不過可能還是要先把這些多餘的列線刪掉 就可以剖過來 可是問題來 如果你要是要剖析 要把它變成VBA的話 那這樣怎麼結合在一起 這個部分請各位 先想想看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先做出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接著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 jointly好